这波流感来的太猛了 我感冒发烧在家里已经躺了一周了 今天才感觉好一些 我前几天不舒服特别咨询了一下 能喝什么茶 今天呢就分享给你们吧 黄芪四到五片 生姜三片 红枣去喝 五颗 少许冰糖 如果能够接受大葱味道的朋友 可以把黄芪换成大葱葱白 三段 煮上半小时 连喝五天就停 记得要上午喝哦 那它主要是可以补气 补血啊 生养的一个作用 清澈味道也不错 能接受 最近生命呢 又有时间静下心来看看书 若写疗愈真的是一种 完全自我疗愈的方式 一个本子 一支笔 动手起来写下自己的心声 自我分析 自我疗愈 何其简单的疗愈之道 仔细想想 其实写字也拥有修行禅的价值 我们的心平常基本是散乱无虚的 总是很忙 脑袋里会闪现 过去现在未来要做的事 抓不住最主要的事 而训练自己的心呢 就是专注在眼下 最主要的是 有序思维就是禅修 只要你对当下的思想 与行为有觉知 让它们变得有序 那么瑜伽也是禅修 读书也是禅修 写字更是禅修了 记得照顾身体的时候 也别忘了每天用自己的方式 让心更健康 请不吝点赞 装相信